可能不完全平行的問題 不完全這個交集 您剛剛提到的是抱好事實 但是有很多事實先遲到情緒 先遲到情緒 情境還是情緒? 情緒 譬如說很簡單 情緒 我們在戰爭的時候呢 同樣是殺人 所以我們記者的描述就很簡單 敵人殘暴 國軍英勇 這就牽涉到當下的情緒 這是沒有辦法切割的 但是漢娜剛剛在提的這個 漢娜她在評論這個所謂的 平庸的邪惡的時候 我認為她是從一個 哲學家的角度去想這個問題 所以問題的真結是出在 在情緒的當下 她過在平靜的當下 所以當這個 以色列審判這個人的時候 審判這個所謂兇手的時候 他們是回到戰爭的當下 但是漢娜就是在遠離她的祖國 在美國她做一個美國人的時候 她是以哲學家的角度去想那個問題 我認為她是一個衝突 她自己沒有去保護她自己 這就像剛剛您提到的 我們現在的當下的記者一樣 常常本身又沒有辦法抽離情緒跟事實 您不覺得這是我們現在 在新聞課堂上應該非常注意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剛剛也提到就是 就好比你剛剛一開始覺得這個例子 你現在正在戰爭的時候 和沙迪 也許我有一個傳播上的目的 就是說我們需要團結 我們要一起對外 所以她的本質就出現了動機了 但是在戰爭場上 依然有不同視角的事實存在 依然有不同視角的事實存在 只是說我們要去做闡述 我覺得作為一個美國工作者 你要去或者是你就是那個事件 那個story的忠實報導指好了 你必須針對你的那個視角的忠實 去做一個全面的闡述 而讓你的audience是理解的 就是說以軍人的角色 或以商人的角色 或以政府那個發動戰爭的 另一個權利者的角色 她所看的這場戰爭 就完全不一樣 但是從每一個角度去做報導 也許它都符合那個事實 那所以你看這部片子就很多的 你可以有很多的思考 比如說你的思考是 如果它中文的一個片名 無據 無據嗎 我還是認為我看到就是那個事實 我看到的那個真理 因為我一直我們在上哲學的時候 一直在想是世界上我們真理 所以我們都會偏向說那個事實 那我看到的一個事實 我是無據的 但是我們常常就是作為人類 又要顧及到一個社會的和諧人 就好比我 我是最近常在想像馬總統為什麼會這樣 我會想他是不是就覺得 我就是要做司法改革啊 我掌握了一個真理 所以我無據 你也可以這樣去看他嗎 我掌握那個真理 我這樣做司法改革 有什麼錯 但是重點是 你不能只有那個 那個那個旗幟 那個大旗 那你在底下的 你的做法到底對不對 你確定你所看到的 對那個帽子是對 司法改革是對 可是你確定所看到的 所有的細節是對的嗎 你還沒有經過審判 你就定人家罪 還是定人家史上罪 直入的罪 你沒有讓當事人講話 這是對的嗎 那可是從他的 我一直在 因為我們 我做這個工作 我最常 我最常在免臨 最常督促我自己要去做的就是 我不能從我的腦袋做思考 我必須從別人的腦袋去做思考 為什麼他有這樣的行為 不是 這個喔 因為今天我們時間沒那麼長 我自己的腦袋是經過衝擊出來 那 尤其是經過 藍跟綠的那個衝擊之後 我開始去理解 為什麼 譬如說 譬如說 為什麼 這一群在日本時代出生的 日本時代後期 陳平時代出生的這一群人 他的情節 對國家的情節 或對國家的想像 或對日本情節 或對台灣情節 中國情節 他是有那樣的一個成績 而這一群眷衝的孩子 他就又完全不一樣 那後來我在想 這塊土地上就是這麼多元 那他們的腦袋成就都沒有錯 都沒有錯 所以我常在做一件事就是 就是要提供大家相互的尊重 也就是說你要從另外一個人的腦袋去思考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思考最後的成果 譬如說 人家如果覺得我就是要 我 我們就是 中國就是我們的中國 我們就是要統一 好了 就是這樣 他一定有他這個思緒成就的一個背景 跟脈絡 他是沒有錯的 而這一群人如果覺得不行 我們台灣就是我們本來是一個自主的國家 國立自主的國家 他你再去思考他所成就他腦袋的這個脈絡 他同樣也是沒有錯 所以當我們習慣去從變的角度 從變的腦袋跟他作為整個人生脈絡的養成背景 去做一個思考的時候 你就理解了 理解人家的行為怎麼是 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產生和解 我們就可以不會有那麼多的覺得 噢你的腦袋怎麼會這樣 的那種獨立感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想 所以我常在做一件事 所以我每次每次都在想 這個時候 為什麼這個人他的行為模式會這樣 他一定有他的背景 所養成的情況 或者當然他有一點動機 但是他一定有動機 常常是會裹出正日人物 我說一般樹林來講 他一定有他養成的一個背景 才會這樣 所以我常在想 如果我們這塊土地上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都懂得去從別人的角度去想 他怎麼會有這個行為模式 就理解 理解我覺得就可以產生和解 因為我們了解 而且我們作為一個有思考的人 so see 我了解 所以我理解 這個社會可以產生和諧 對 所以我們這個電影有很多可看到的説字 因為他後面講的是這個無懼 無懼也是 他到最後他還是很堅持 他這一下還是堅持 我覺得OK啊 因為你從他的 包括剛剛你所分析的 他已經離開了那個場域 離開了那個情境 去到另外一個Paradise 所以他也許受到了這樣的一個虛討 他有更不一樣的視角 再去看這個問題 但是我認為他很堅持 我個人啦 我是還蠻 我還蠻喜歡那種 我不喜歡立場變來變去的 就是說 我就是人的原理原則 跟我所信犯的價值 應該是一套價值 而那個價值 那他有不同形式 不同質質的表現的形式 但是那一套價值 不可能偏來拍數 那一句他信用價值就是 我看到的真實 我看到的真理 就是這樣 你不然叫我說謊 我就是看到這樣 所以我會把他講出來 我就是覺得 他就是一個平凡的 平庸的邪惡 他不過是一個科成體制 一個Loware去執行的命令 所產生的巨大的邪惡 但也許他本身是無邪惡 不好意思 OK